不能做假民調騙人嘛 與黃桑桑 陳志倩現在出來道歉啊 還在柯文哲那邊說打嘴炮什麼 四年後贏回國家 贏你XXX 做假民調啊 選出來26% 網紅統城張家航 除了打電動直播有人看 直來直往的個性 爭扁時事 同樣有不少粉絲很愛看 今年選舉本來支持柯文哲 但選後大暴忌狂罵柯騙人 吸引了一些藍營支持者關注 投給了這個蔡英文 對 那投給蔡英文不是我多喜歡她 是因為這個 她對手是韓國瑜 前彰化現場卓播員 在選國民黨主席時 就曾找過他幫忙站台 引起不少網路聲量討論 前幾個月也曾上國民黨的Podcast 我想跟賴清德說一句話 去XXX 直白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優點 反應快啊 你知道我因為很直白得罪多少人嗎 可是這也是你能夠吸引 那麼多粉絲的原因啊 國民黨激情年輕化 隔石院舉辦了這個空戰戰鬥營 會邀請趙少康和統神等等 親自傳授空戰技能 以小班制教學 希望可以讓國民黨立院助理們 加強戰鬥力 我覺得怎麼說就是 整體的壓力很重 對年輕人的壓力很重 只是傳出有立委助理認為 有點被強迫 因為開課時間都是晚上 課程內容就算好 晚上也只想下班回家休息 但也有上過課的助理說 其實都是自願參加 名額還限量 熱門課還有可能搶不到 我們的目標是人才培育 把KMT Studio 打造成年輕人從政的場域 除了隔石院 黨主席朱立倫也要改革青年事務 KMT Studio 幾項線 百年老店加入新思維 看年輕人點不點贊 繼續中文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